目前中国女排正在福建漳州集训 接下来在7月29号将会正式打响奥运会的首战 对战的对手是美国女排 而在这一次的比赛逐渐临近的同时 最近中国女排接连传来好消息 其中中国女排一姐朱婷 在恰逢奥运会倒计时30天这天 还得到官媒报道的盛赞 收获奥运殊荣 首先大家知道 最近朱婷暂时离开中国女排集训队 前往北京参加北师大的毕业典礼 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 另外一方面就在最近官方媒体 还在最新报道中 点名盛赞 朱婷是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 中国第一位女棋手 在这篇名为奥运会上 有她的身影的文章中 北京体育广播在他们的官微中 具体回顾了朱婷这些年来的成长 他们表示 朱婷本来是农村姑娘 家里面非常贫穷 从小就吃了很多的苦 经历很多的困难和心酸 后来入选国家队之后 朱婷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成长 成为中国女排非常了不起的王牌球员 后来朱婷更是帮助中国女排 争夺了大大小小的荣誉 不管是在奥运会 世界杯都看到朱婷的身影 北京体育广播最后强调 尽管朱婷后来经历了伤病的困扰 但是朱婷克服重重困难之后 终于再度回归到赛场上 继续帮助中国女排 征战巴黎奥运会 在官媒看来 朱婷的成长经历是非常激励人的 她的能力 她的表现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于朱婷来说 此次官方媒体的盛赞和报道 特别提到 她是中国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 第一位女棋手 对于她而言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殊荣 相当于肯定了朱婷这些年 为中国女排 为国家队的付出 肯定了朱婷的成长 以及她的能力 相信朱婷会非常受用 备受鼓舞 接下来会努力集训 带领中国女排 在本届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 从这篇报道来看 目前中国女排这么多的人中 只有朱婷一人被点名称赞 从中看得出来 朱婷在整个中国女排中的地位 依旧是无可取代的 虽然朱婷现在已经30岁 而且饱受伤病的困扰 但是她在整个球队中的 精神领袖的作用 以及话语权 还有对整个球队的了解 确实不是其他人 能够轻易取代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球迷 自然非常期待朱婷 接下来发挥好大姐大的作用 期待她的重新回归 可以给中国女排这支队伍 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帮助中国女排 在接下来的奥运会取得佳绩 三年前 中国女排兵败奥运会 当时是因为朱婷的手腕 出现重大的问题 让中国女排教练组猝不及防 三年之后 中国女排拥有了 更多的时间备战 打出了更好的成绩 也拥有了更多的底气 希望中国女排 实现既定的目标 站上领奖台 集中 diret 电 铃银